哈喽大家好我是姚主我在新西兰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新西兰这个上班时间到底累不累的这么一个事 因为听说国内现在不是有一些朋友们上班都特别的努力吗 然后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努力 说这个加班加的也是比较多 那大家就经常会问说新西兰上班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新西兰本身呢也是八个小时工作的时间 然后五天啊 但是呢最近爆出大家可能更希望四天上班 那四天上班的话会不会减薪呢 不会 那四天是不是八个小时呢也是 那么也就是说你本身是五八四十个小时一周 然后就变成了四八三十二个小时一周了 那为什么要改成四天上班呢 是因为其实在很早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就是说有一家公司 他就是想说说其实也是这么多活 那如果把员工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变成了四天 他们可能也能在这个就是提高自己的效率也能够完成 那么他们有三天是更好的休息 要四天更好的上班 就第一心情好 第二呢公司的员工会比较稳定 哎那这个就是他适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就觉得特别的好 然后员工也满意 员工也稳定 然后包括工作效率也高 所以呢现在有一家很大的品牌的公司 在新西兰的分公司也这么做了 然后效果也是特别好 那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的同意 是因为其实我个人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喜欢在一段时间之内 然后集中的去工作 然后在玩的时候就集中的去玩这样一个人 然后在我有一段时间有一家公司 当时是在国内 他呢是就是后来新来了一个就管事对吧 就算是来了之后呢 他就问所有的就是当时算是就加领号这种小领导级别 然后他就问说你们都愿不愿意加班 他一个人一个人叫到办公室去问 然后呢别人都说可以 然后问到我呢 我说我不愿意加班 我也不想加班 我不用加班 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加班 然后我说因为我个人认为 加班是因为自己的效率低 然后没有在应该工作的时候 完全的投入工作 所以才够才造成加班 但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把时间和工作安排好了 并且你没有去开小车 你没有去浪费这些时间 你工作是应该能够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加班 然后那个管事的就说 好的你可以不加班 然后我就我就我就真的是后来就没有再加班了 而且这家公司之前特别好 他呢老板是澳大利亚的 就是澳大利亚的 然后投资方也是澳大利亚的 然后他呢就是每天是工作七个小时 也就是说如果我早上特别早去上班 我下午四点就可以下班了 然后这些时间可以玩 然后或者休息 第二天可以更好的工作 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觉得这种方式是非常好的 那么在新西兰呢除了这些之外啊 就是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间里 如果你的工作比如说你有些是兼职的 那两至三个小时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十分钟免费的一个 带新的免费就是带新的一个休息的时间 那如果这个时间是更长一些 那么就除了比如就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吧 那么更长一些的话呢 你就除了有两个十分钟的这个带新的休息 还有一个三十分钟是不带些的一个茶席 这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我说有一些公司特别好 他们是上午还刚上班一会儿十点半上午茶 然后中午呢然后吃饭了 然后下午到时间了就要有一个下午茶 就每天都在各种不同的吃 确实是挺像那个电影里的那个霍宇特人的 然后同时呢如果你有更多的就是时长的话 那么肯定就是有更多的休息艰辛的时间吧 但如果你没有按这个的话 那肯定是要被告的 如果告的话是会成功的 那么大家就会问我说 我看很多新西兰人他们就是一天到晚都是在玩 为什么你拍这些视频在工作日的下午 他们也在海边晒太阳 那很简单啊 他们可以利用年假呀 那年假到底有多少呢 新西兰的年假呢是20天 20个工作日哦 那么也就是乘以那除以四的话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四周对吧 四周你还加上那个你自己平时的周六日 等于就是一个月 其实你这一个月 当然能不能在一个月休呢 我觉得这是看公司 每个公司的不一样 与此同时你还有五天的这个带薪的病假 比如说你说你病了 你有这种假条或者医生的证明 那么可以有五天的病假 除了这些不是还有一些 像假期呀 就是节日呀新年呀这种 反正我算了算 如果就是都用上 比如说如果在家里有什么产假什么的 都用上烂七八糟的 常规的哈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多月不用上班 也就是12个月里面只上11个月多一点的班 如果再赶上这种歇这种产假 包括新西兰 国内先生不也有 新西兰就是男士也是有类似这种产假的 所以就可以各种歇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个海边会看到 就是平时不是周末的时候 我也会拍到很多人在那边玩 他们肯定是利用了年假嘛 而且新西兰的服务也比较多 所以可能也就是他们周六周日需要上班 然后平时工作日就不用上班了 然后待会呢我要去吃饭了 然后今天是准备吃羊排 新西兰的这个羊排是非常好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非常的新鲜 然后待会能够准备烤一种 中国式的烤羊排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好啊 那我先去准备了 拜拜